好小朋友 接下来我们要来复习 UNI1跟UNI2的单字 所学的重点单字 那现在先来复习UNI2 UNI2是关于形容人的形容词 对不对 但是老师现在的卡片 先用那个动物来表示 有 有这四个 后面这四个 这四个是形容人的形容词 形容他的外表怎么样怎么样 可是前面这两个不是喔 前面这两个是在讲什么呢 男生女生对不对 好那 一个男孩怎么说 记得吗 a boy right? a boy 好 a boy 这个吗? 还是这个 a boy b-b-b-boy 所以是这个 a boy 一个男孩 那这个呢一个女孩 a girl 然後呢 有箭頭喔 讓你看到兩隻動物在一起 讓你知道做比較 這隻Giraffe 他比較怎麼樣 比較高 有沒有 那這隻狗狗 這隻Dog 比較愛 對不對 所以是這樣子來做比較 所以這個單字就是 高的 怎麼說 Tall 高的 好 哪一個字 是Tall Tall Left one or right one 左邊 右邊 Tall Tall 好 是這個對不對 TTall 好 那這個呢 矮的 怎麼唸 這個比較難喔 SH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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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HORT TT 好 SH SH SHORT SH SH SHORT 好 那剩下兩個咧 剩下兩個呢 好 這個有比較對不對 你看他有箭頭 好 所以這隻 兩隻都是CAT 那這隻瘦瘦的啊 對不對 所以是瘦的 好 那這個咧 這個不是胖喔 你看老師都故意畫這個MUSSLE MUSSLE 強壯的對不對 好 那請問一下這個瘦的怎麼說 THIN THIN 好 哪一個 TH TH 舌頭伸出來然後被你的上下牌牙齒輕輕的夾一下 THIN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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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這個呢 強壯的 強壯的 STRONG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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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想起來了嗎 想起來了嗎 好 接下來複習那個 UNI ONE的單字 UNI ONE是教那個動物嘛 是教動物 好 那請問一下小朋友 我上面的這個圖 這個也是跟課本不太一樣 跟下面這個單字 有對應嗎 沒有 對不對 好 那我現在如果請小朋友來 連連看呢 連連看 好 這個是 1 2 3 4 5 那這個呢 4 5 4 5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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6 5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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6 5 5 6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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7 7 7 8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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9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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8 9 2 9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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A dog D dog And the number five 哎呀 可能有小朋友发现是用画的 而且是黄色的卡片 所以跟这个一样 A fish 黄色的卡片单字 A fish F fish SH 请问你答对了吗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复习完了 请小朋友拿出课本来 为什么要复习这么多单字 是因为你们的课本有一个 Final Review的总复习 他把所有的单字 所有的 这些单字的代表的一些图 反正就是都 在同一张照片 都在同一张 图片上 请翻到课本 85页 86页 都在沙远